来 我在哪儿啊 我要说这点 抢救男哥哥 你冷静脸 怎么回事啊 医生说他是溺水血氧 造成脑功能损伤 脑功能损伤溺水 他怎么可 你怎么没喝酒了 我 王姐呢 王姐呢 在里面 来 抢救我们 保持安静 病人在里面抢救呢 你们站这儿都出去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抢救 怎么回事 我给王姐打电话 是会所的工作人员接的 他们发现王姐的时候 这小子已经不知道 在泳池泡了多长时间了 他们打电话被送过来了 会所泳池 医生说 王姐是喝醉了 失足落水 不可能 王姐从来不喝酒 今天他确实没少喝 你怎么知道 我跟他一起喝的 王军 如果王姐有个三长两短 我不会让过你 你股份多 你说了算 我管不了你 喝死你得了 我就是想和终生在一起 我就是想和终生在一起 为什么你们都觉得我错了呢 你只想着自己 你有没有想过终生到底要什么 他要什么我都乐意 他要学医 很好 他要学金融 我支持 我只希望他干什么都把我带上 有那么难吗 那也是别人的人生 你只想做别人的根屁虫吗 你又来教训我 我幼稚 我不成熟 现在终生也不理我了 你高兴了 酒喝完了 跟我不嫁 我不走 你在家里管我 出来也要管我 你管我管到什么时候 你喝醉了 我不走 我知道 在你眼里我就是国安当费 以后你们都别想管我 公司都是我的 谁都别想控制我 你是分家分上瘾了是吧 行 你股份多 你说了算 我管不了你 喝死你得了 你 如果你对这份遗嘱产生怀疑 随时欢迎检验 就算是我父亲立的遗嘱 那也是我们家的私事 你现在拿到这里公开 是什么意思 同意解除王静人职务的 举手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股份 比思维还少的原因 你看看你都干了什么 我告诉你 如果你不把安哥哥请回来 这辈子你都不想再见到我了 我想先确认一下 这个录音里的声音是你的吗 这声音是我的 但是这个录音是经过剪辑的 那侮辱死者家属 却有其事了 是你教他这样说的对吗 是你教他这样说的对吗 是你让他去录音 是你在背后搞鬼 对不对 老同学 请你 请这个字在这个时候用 不恰了 我求你 高抬贵手 当年你的接班人还小 而我又锋芒毕露 让我离开你是最大的受益者 怕你太能干的人 恐怕不是我吧 如果不是你 我爸怎么会自愿 砍掉我这个左膀右臂 你想知道真正的原因吗 我只想谈安胜二七的事 我不知道啊 我走的时候他还在酒吧 怎么跑到游泳池去了 不开放你就关了摄像头 你当我珍惜你吗 罗路 罗路 最后不回来的日子 不回来的日子 罗蒋结婚了 结婚 你们要是反对的话 别怪我六七不认 六七不认我怕你啊 你能怎么着 我分家 我这辈子生是终生的人 死是终生的鬼 就算是山崩地裂 洪水滔天 什么也不能让我们分开 我就不懂了 我不过就是想出国读书一年 怎么说也就变成这样了呢 你既然能跟我谈恋 为什么不能跟我结婚呢 难得你就是跟我玩一玩是吧 王嫂是出什么事了吗 她没事啊 那你就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别急 到了你就知道 她怎么办 她就不是一个小小姐 我现在就想想帮她 她还想想帮她 她是她的 她还想帮她 我这儿 我还想帮你 好 我还想拎她 你还有她的 我还想帮她 你还想帮她 我还想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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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什么 else的 等我一下啊 不要动啊 天琳 天琳 可乐 吃饭了 王叔叔早上好 早 早上好 这儿我醒一醒 吃饭了 散门还挺大啊 你没睡好吗 您啊 睡得挺好的 是不是我昨天吵着着你呢 让你没睡好啊 没有 好 要不这样吧 今天晚上我大地铺你睡床 咱们一人一天轮着来 真的吗 当然了 来 可乐 王总 这是我做的皮蛋瘦肉粥 将就我吃吧 好 不等苏默吗 您在 他怎么会来呢 谢谢 可乐 赶紧吃 一会儿上学了 那聪总还真是贤惠啊 早餐都做得这么丰富 其实我跟可乐平时吃得特别简单 可是这是中式早餐还是西式早餐啊 阿姨您别忙活了 不忙啊 就烧点茶嘛 那个西洋参啊 是我给叔叔带的 平时给他泡水或者炖汤什么的都可以用 谢谢 还有那个燕窝是雪燕 你留着自己吃 别送人啊 你看你来就来吧 还拿那么贵重的东西 没事 应该的 这个是斯帕的贵宾卡 平时您可以去放松放松 按个膜什么的 你这孩子这么细心啊 快喝点茶啊 好 阿姨家的茶也不好 不知道你喝得习惯不习惯 习惯 习惯 还有这个 这个安生的购物卡 不是 你看你 送这么贵重的东西 阿姨怎么好意思收呢 真是的 这算什么呀 这叫 什么 毛小相聚丈母娘的 再贵都是应该的 不是 毛小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毛小是没上门的女婿 小孩子不懂 不好瞎说的呀 好 看来钟声的保密工作 做得还是可以的 情况我都知道了 你在劝劝钟声 等我忙完手头上的事情 我当面再和舅舅道个歉 事情发展成这样 也不是你的错 不管是谁的错 现在重要的是 让钟声会心转意 好 我有时间也会和他谈谈的 先不说了 马上开会了 那关于这次会议的议题 放心 我早有准备 行 我先话了 好 王姐 怎么了 不是 王总在里面 准备开会的东西呢 你要有事的话 王局 你干什么 钟声要跟我分手 这个责任你怎么负 你冷静下来再跟我说话 要造反啊 走 你跟我去找钟声 都是你说的那种话 他才要跟我分手的 你跟我解释清楚 我跟你解释得着吗 人家钟声这里 比你成熟多了 他会被别人左右 和你的感情吗 整件事情 让他失望的是你 不是我 是你幼稚的做法 才让他对你 失去了信心 你现在要做的是 应该好好反省你自己 而不